大家好,我是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的主任 健康產業相關科系事實上是一個跨學群的科系 那跨哪些學群呢?包括醫藥、衛生、管理、還有社會與心理學群 要講到學習課程的話,我想要從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的眼鏡來說 早期呢,我們是公共衛生的科系 後來醫院管理呢,發展得越來越好 所以呢,公共衛生系裡面就有一個醫院管理組 那醫院管理組發展到最後呢,又有一個醫院管理系 那接著呢,因為老人化的問題,在醫院管理組又分一個長衣招呼組 那長衣招呼組呢,現在呢,又有長衣招呼的科系 所以其實健康產業科系呢,就會包括了公共衛生、醫院管理跟長期照護系 那如果用科系的樣態來說明的話呢 你會在台灣看到呢,有公共衛生學系 有醫院管理學系、有長期照護系 也會看到呢,有一種是 它在醫院管理系下面呢,分成兩組 醫管組跟長期照護組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呢 分兩組,一個醫管組,一個是長期照護組 所以有不同的形態 那它客人架構也就可以去看哦 它包括三個專業,公共衛生、醫院管理跟長期照護 那有些長期照護後面會強調它是長期照護管理 那是有些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們可以慢慢來說明這些事情 那以公共衛生核心課程來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它會修到公共衛生的概論、解剖心理、健康心理、環境衛生 還有醫護與醫院醫管術語 然後醫學倫理還有衛生法規 這些課程呢,未來我們現在正在爭取公共衛生師 都是會考的主要的課程 那在醫院管理課程它會修到醫院資材管理、醫療行銷、醫療財務、醫療品質、醫療能力資源 跟管理課程是有點類似 但是它發生在醫院 那另外呢,長期照護的課程呢 在台灣很多科系會說它是老人服務科系 那老人服務科系跟長期照護差別在於 老人服務科系呢,強調的是長期照護的老人這一塊 那長期照護的科系呢,它就包括所有失能者 那我現在就舉這個例子呢 長期照護的課程呢,主要它會修長期照護的概論 然後會修社區的長期照護、長期照護的品質 還有臨終關懷等等 那長期照護的照護的食物的操作的部分 技術的部分呢,也會包括在這裡面 那有些科系呢,它會加上長期照護管理 所以它就會多一些管理的課程 健康產業相關科系的學畢業生呢 它的工作呢,幾乎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無所不在 譬如說我們很熟悉的醫院 你進到醫院裡面,你看到批架櫃台 很多服務的人,他們就是我們的畢業生 因為這樣的畢業生呢,剛剛有介紹到課程 你有看到他要學習醫護術語啊 然後學習一些生理解剖等等 所以他才有能力坐在那裡批架 做一些批架,那批架呢 一般你可能不知道他是批架人員 但是你到醫院看到櫃台 你要去繳錢,你問他一些問題 那些都是我們的學生 OK 那再者呢,還有一些你看不到的 他在醫院的辦公室裡面你看不到的 譬如說他的管理人員 譬如說醫院的醫療品質 他需要確保所有病人被照顧得很好 所以呢,他要有醫療品質的部門 然後呢,接著呢 他要保證所有來醫院的人都被照顧好 他有一些研發的單位、管理的單位 那這些人呢,他的畢業的科系呢 也常常是健康產業相關的科系 如果真的存管理科系的人要進到醫院裡面呢 還是有一些困難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可以在長頁照顧相關機構 包括呢,老人安養機構 老人的養護機構 還有長頁照顧機構 那這些機構裡面的服務人員呢 管理的部分呢 很多都是我們健康產業管理科系畢業的 還有老人服務科系畢業 或者長頁照顧科系畢業的 那接著呢 你可以再看到現在長照2.0 常在講的日照中心 那日照中心負責管理的人 也是我們的科系的畢業生 那另外呢,剛剛有提到醫院 進到醫院的門口你可以看到呢 有商店在賣一些醫療護理相關的一些耗材 那以上就說明呢 我們在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 我們健康產業相關科系的學生 可以是無所不在的 如果高中生想要進入健康產業相關的科系 我覺得呢,第一個他要先問自己 他對於促進人們的健康他也沒有興趣 他關不關心他周遭的人 他的健康的狀況呢 如果他很關心 那我覺得他非常適合來念這個科系 另外呢,他對醫護相關的產業 他也沒有興趣 如果他也有興趣的話 那當然健康產業相關科系 是他不二之選 那另外在人格特質 我要特別強調的部分是 這個科系呢 他需要去問自己 他對於跟人互動有沒有興趣 如果他對跟人互動有興趣的話 那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我們就是關心人們 那當然需要跟人們做一些互動 所以你要先問自己的人格特質 適不適合 如果適合你就會練得非常的愉快 而且很有興趣 未來你也可以幫助呢 你周遭的人 或者你不認識的人 一些健康相關的問題 健康產業相關科系的未來的趨勢呢 其實大家在報章媒體也已經也看到過了 是未來呢是非常的蓬勃發展的 而且人才需求是非常多的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呢平均餘命呢是越來越長 尤其是台灣都已經快都已經到了80歲左右了 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說人們活得越長 但是我們的身體這個軀殼呢 它在我們老化的過程當中呢 是未來越來越衰弱 那所以呢它需要我們一些健康產業相關知識呢 來提供一些幫忙 我們現在努力呢 讓延緩老化 就是你雖然年紀變大了 但是你的生活 身體的機能呢還是很年輕的 那這是我們的專業知識囉 那另外呢因為人口老化 所以帶來呢很多可能在老化過程當中呢 會有些失能 身體的功能會部分失去 或全部失去的狀況 所以長體照護的這一塊呢 大家可以在媒體上面看到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越來越被到重視到了 那政府最近的長體照護2.0的政策推廣 我想大家在電子上已經看了非常多了 那這相關不管是健康 或者是失能的這一個 健康照護的相關的產業呢 就會因為這兩個因素呢 就越來越活弱 所以人才需求越來越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業方向就可以看到了 剛剛有提到過我們日常生活看到了 比如說在醫院 你去醫院我們 醫院的工作呢一直都會有這樣的缺 大家誤以為說醫院都已經開這麼久了 應該人力的缺是夠了 但是醫院這樣因為我們人口老化 民間移民的延長 所以需求越來越多 其實醫院的缺一直都有 OK 那另外呢在長體照護相關機構 比如剛剛提到 不管是政府的或者是民間的老人 安養機構或長衣照護機構呢 或者社會福利機構呢 也是需要我們同學的一些協助 未來他們就業的範疇也包括在這裡面呢 那現在更多基金會呢 投入長衣照護2.0的工作 所以很多基金會呢 也會是我們同學呢 就業的一個場所 那如果你想要出國 那東兩國家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他們需要我們的一些協助 那健康保險的管理的工作呢 也是我們可以去的 提示能專業人員呢 也是我們就業的方向 那如果你很想要去工部門 做一些服務的話呢 那你可以考衛生行政的相關人員 那就是我們同學未來的就業方向 我覺得如果高中生對健康產業相關科系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我非常鼓勵他們可以到醫院 或者是長期照護機構呢 去擔任志工 他透過擔任志工的過程當中呢 他可以了解呢 整個醫院或者長衣照機構的運作 他可以去考慮自己呢 到底適不適合這樣的一個科系 如果他很有興趣的話 那他當然就可以來報考健康產業相關的科系了 我很鼓勵呢 對健康產業管理科系呢 有興趣的人來報考這個研究所 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興趣呢不明確呢 健康產業管理科系應該是你很 健康產業管理科系呢 應該是你首選的目標 你練了這個科系 不僅可以照顧自己 可以照顧你的家人 你也可以有很多的選擇的就業機會 你會 一下媒體